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 美国 英国 他们准备联手帮澳大利亚 在未来一段时间来建造八条核潜艇 因此国际社会 就把这三个国家形容为一个新的集团 以前没有的 叫AUKUS AUKUS A是指澳大利亚 UK是指英国 US是指美国 我看《人民日报》 新华社翻译得很客气 叫奥库斯 但咱们中国网民就不那么客气了 把它叫做奥库斯 澳洲要哭死 这个事最终可能吃亏的是澳大利亚 美国做这个事 现在看来国际社会反应是比较强烈的 一个就是因为澳大利亚要买八艘核潜艇 这个成本很高的 于是他就中断了与法国的原来的潜艇合作 原来他们15年已经签约了 总金额高达900亿澳元 和美元大概是600亿美元左右 法国方面做了很多承诺 法国方面要帮澳大利亚建造 12条非常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 而且澳大利亚还得到一个东西 就是得到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它不仅是买法国的产品 还买它的技术 这样澳大利亚希望跟法国合作之后 有独立的生产潜艇的能力 所以双方实际上是原来是有投入的 特别是法国 为了帮澳大利亚建策12条潜艇 它自己投入很多钱的 培养一批人才 现在突然就中断了 所以法国反应非常强烈 法国的总理不是讲 这是这个说是叫背后插刀 后来我看其他欧洲国家也是挺愤怒的 所以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盟友体系感到有点背叛 它长期一想这样 就是说美国的盟友会发现 盟友体系是不平等 这个实际上对美国盟友体系不是很好的 但它就这么做了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还是觉得它有点图个方便 就是美国现在有个总策略 就是原来它有十几年是反恐嘛 现在转向大国竞争 大国竞争呢 现在主要是跟中国竞争 但是它又觉得力不从心 于是它要拉帮结派 要借助盟友 但是呢 拜登执政吧 到现在差不多九个月了 他发现呢 拉盟友也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拉盟友对付中国 欧盟态度就比较暧昧 那个 然后呢东盟是完全中立的对吧 韩国也比较暧昧 知道吧 他就觉得我拉盟友吧 但是呢不是那么方便 所以他从方便起见 要专门培养两个心腹 另外呢就是这个事呢 引发了地区国家的反应 我看这个印度尼西亚反应就很强烈 因为澳大利亚有了核潜艇以后啊 它的那个进攻性就加强了嘛 因为核潜艇可以这个潜航很远很远 对不对 这样它对不光是就它不是一个保卫澳大利亚的作用 它这个进攻性的武器知道吧 所以东盟国家也很生气 所以你看那个印尼反应就很强烈嘛 那个原来定的是澳大利亚总理要去印尼 印尼说闪失就停了 然后马来西亚也是批评的对不对 这个所以呢这个事应该这么说就是说 它对我们地区安定也不是很好啊 还有一个就是核扩散 因为那个目前全世界只有六个国家有有核潜艇嘛 就安理会武昌加印度啊 印度核潜艇呢其实也不是自己的 是出来的 对不对 它当然自己在造啊 如果澳大利亚在美国帮助之下也有了 那别的国家肯定会仿效的呀 那这个就对这个现有的核扩散体系是非常不好的啊 这个所以我看咱们中国也是反对的 咱们外交部发言人是吧 还有外交部军控室的市长都都明确出来反对了 这个对多年这个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大国合作是很不利的 那个 当然呢我这个奥克斯的跟中国有关呢 我觉得那个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一点啊 现在一个总特点就是美国把我们当对手 然后他也知道啊 光靠自己不够 然后拉帮结派 拉帮结派呢就搞了好多好多联盟体系 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奥克斯 这个三方机制 第二呢就是这个库特 就是那个北日澳加那个印度嘛 四方机制 然后当然还有传统的五眼联盟啊 还有其他的传统联盟体系 最新的这个奥克斯呢 这个军事性还很强 我觉得那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啊 它应该目标性还是很强的 是对付中国的 嗯 因为如果澳大利亚纯粹是防御吧 常规潜艇就够了 是吧 核潜艇呢 它是个进攻性武器 我觉得军事行业大概是这样吧 通过扶植澳大利亚 美国首先是在亚太啊 跟中国竞争有一个帮手 对吧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军事仪在这儿 就是它要巩固 针对中国的第二岛链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二战以后 这个 这个美国在中国周边搞了个第一岛链 中国是个海陆复合线国家 海上利益挺大的 那中国确实是在地理上有个弱点 就是 从我们海岸线出去不久吧 就是遇到一个第一岛链 包括日本 朝鲜半岛 我们台湾 还有那个那个菲律宾 当然未来 台湾肯定会回归祖国了 我们一定要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了 那个时候第一岛链就会打破啊 它目前呢 两岸还是分离的 对吧 我们就被第一岛链给封着的 那么 我们国家现在呢 就在 积极地从事这个 经济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 和国防现代化 那么我们国防现代化 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摧毁第一岛链 对我们的军事封锁了 这个现代能力有了 所以其实我看美国也在调整 一方面呢 它就鼓动日本 就是韩国 还有让我们国家的台湾呢 那个顶在前面 当那个冤大头 另一个方面 其实它是在布局第二岛链 所以它最近 开始这个 加强澳大利亚的作用 在提升官岛的军事基地作用 对吧 这个 所以就是搞AUKUS 提升那个澳大利亚的军事功能啊 某种意义上讲呢 又是为下一阶段中美博弈做准备 万一第一岛链守不住 我还有个第二岛链 知道吧 这个 当年一些朋友担心说 AUKUS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军事合作单元 对吧 这个不像现在那个CORD 四方机制目前还主要是政治性的啊 它是个军事性的 那会不会扩大 成了那个亚洲小北约的基础啊 这个呢 我倒认为不用太担心 因为这个AUKUS 它实际上是一个 有血缘关系的国家 是吧 他们都是这个 杨格鲁萨克逊国家 讲英语的 这个 那别的国家没有血缘 没有血缘呢 就很难加入进去 这个AUKUS 扩展的可能性 我认为挺小的 我们中国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那个CORD Q-U-A-D 就是美日澳 印度这个四方机制 它倒是有扩展的可能性 因为它政治性比较强 而且它可以把它塑造自己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解决印太 整个地区问题的一个平台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印太国家 都都招进去 所以CORD 是有很强的扩展性的 但是AUKUS呢 好像扩展性应该是非常小的 不用太担心 那么对AUKUS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坚持这几个立场就行了 第一呢就是 让它解释会不会违反那个核扩散 这个要抓住 因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反很多协议的 核扩散协议 南太地区安全协议 第一个就是要抓住它那个违反这个核扩散的问题 第二个呢 它的军事进攻性 让它解释清楚 你拿这个干什么 这个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中国要紧紧的抓住 这是我们一个话语圈嘛 那个 但最后是这样的 从纯军事角度来讲 那个AUKUS啊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有军事专家分析过 现在美国啊 造船能力不行了 所以呢 最快最快 澳大利亚拿到第一条核心 要到2040年了 就差不多20年以后了 那个时候世界格局大变嘛 那全部八条拿了手 那可能得到2050年了 是吧 那个世界肯定是大变的 咱们国家第二个百年目标都实现了 你看 它拿到估计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纯军事角度来讲 都不用紧张 只要它是 它的那个战略对抗性 针对中国的政治敌意很厉害 对吧 因为对核国上的破坏很厉害 这个东西我们要批评 纯军事角度来讲 我觉得到问题不是很大